这庄上宾他也不敢来了 你这别耽误打架时间啊 不是 听我一句话 痛快 麻溜 利索地带着你这人走着 给我们腾个地方 离开嘴巴先 来 那收拾 收拾 走吧 这就对了 早说呀 哥几个 咱拿着家伙这儿 把这些砸起来 马尔工也都给我敲了 好嘞 别这是 给我热闹啊 志斌 干什么呀 是你以为我装志斌 改脾气了是吧 冲长编 你还真敢来呀 少废话 我们家饭馆我凭什么不来啊 你们家的馆子 你说这话也不怕外面风大 把你舌头给散了 我告诉你 翟小毛 你别跟我这儿臭来劲 带领的人 出去 出去 别动 来 志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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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走吧 在哪儿啊 没事 你踏踏实实在带着 带着 带庄二斌 你要干吗呀你 你说我要干吗呀 我这房租是不是交到今天为止 那就是说 我现在把房租续上 这饭馆还姓庄是吗 续上 行啊 好 来 拿钱来 钱在哪里呢 拿走 哪儿来的钱 你甭管了 回头我跟你说 庄二斌 到底是哪儿哪出啊你 哪出都不是 交房租啊 听不懂啊 听不懂啊 租金 一个月的租金 是吧 那不行啊 按合同来 押二付一 之前管你要一个月 那是 那是给你面子 现在不行了 你要在这儿继续开饭馆 三月租金 一次性难来 一分不能少 来 我怎么知道你小兔崽子 得这么说 在卡上 正好三个月租金 来 多少 两百八十万 没错啊 房子咱二百万拿的 定落八十万 再加上收回来的四十万手付款 我手里现在一百二十万 哥 我真是佩服你啊 你看顺子嘛 连色都紫了呢现在 你这事干得是真够漂亮的 要么说 信三哥 得永生 跟着三哥走 天天喝的酒 是不是哥 别跟我拼啊 是 你今儿没在场啊 我把那银行卡 啪往那儿一追 怒吼一声 这下忙 带着你的人 我打 这气势 我都佩服我这气场 当时是不是都哭了 不哭也差不多了 行了 明日你在对班前后这儿 快儿已经回家报信去了 我得赶紧回去 上当上当下一步怎么走 行 行 回来 哥 你慢点啊 好 好嘞 怎么干 我告诉你三儿啊 这回必须得听我的 爸 三四十万的装修费 我都备齐了 剩下的怎么着 您和妈 是想继续投资啊 还是想把本撤回来 又三儿 我和你爸 要是把本钱撤回来 那不就成一打工的了吗 那您可得想好了 多少有点风险 到时候要真做不起来 天上可不会掉馅儿表啊 我对你爸有信心 得嘞 大哥 你呢 不用考虑我 我肯定跟着家人同进退 大哥说得太对了 我今天还给嫂子打电话了 他说他全力支持我们 既然是全家人的事 那我也出了分离 多多议帅 多多议帅 你出多少 是啊 那我就跟大哥和惠心嫂子一样 我出十万吧 齐活 明天我就去找董先生 让他帮我好好设计设计 我找大头 装修改造的事他都包了 你别着急啊 马上就要到春节了 我怕来不及 这样啊 风 你呢 照常营业 我们先把装修的材料啊 准备好喽 过了正月十五 停业装修 行 这大堂里摆的这个古董啊 也不嫩是新玩意儿 好歹我家里啊 还存了点儿老东西 就连餐具 是吧 我也不能凑合 是吧 成鱼的 成汤的 盘子 碟子 罐子碗 那都得到景德镇去定制 还有那菜谱 我都不用板 每道菜都写在扇面上 我说 钟老薇 要说咱们俩是一块儿了呢 你要是讲究起来 比我还讲究 我说老董啊 你那赵体小凯啊 写得地道 爸 我这菜谱 可就全归您朝 没问题 爸 董伯伯 那就这么着 那 那个老董 你 你先喝着茶 鸭子 饭 咱们最后桌 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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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 你们先忙着 好 打枝起啊 你们就要跟我学宫廷菜 都尚点心 川老 我早就等着这一天了 您都说我为徒 我组上都冒青烟了 不要 我今儿必须给您行一大礼 老爷子 您坐 来 来 成 师父 师爷 爸 从今儿起 我也算是您正式的徒弟了 是吗 师父 什么 爸 您真要收凤和杨师傅做同意啊 没错 你就要把你这一身手艺 传给儿媳妇 这就要把你们老庄家的祖训 给忘了 那是因为我想明白了 想明白了 想明白什么了 这事我能想明白 还真是文君那小子闹着 文君闹着 就跟你们说实话 那天文君啊 居然炒了一盘菜 可他考试考得可是稀松耳无言 他非要说呀将来呀 一定得当厨子 当时我听着直闹心 你是得闹心 您闹心的是啊 一方面这孩子没大出息 是吧 心里不舒服 可您这孙子呀 看重您这行 敬重您这行 您有觉得特欣慰是不是 我还真是这么想的 可这孩子才十岁 对 等他长大了 没准我就弯过去了 带着一身的手艺 就进了棺材 是吧 想传孙子也传不成了 那可是遗憾大了去喽 感觉你这么做 是为了你孙子 趁着我还有把子力气 我把手艺啊 传给儿媳妇 将来啊 让儿媳妇替我传给孙子 是吧 我孙子就是再不济 有了这身本事 再加上继承了爷爷 传给的那个庄家菜馆 这一辈子 总比那个没头苍蝇的爹 过得踏实吧 人这辈子呀 只要凭着自己的真本事 凭着自己的劳动 能挣一个养家糊口的 踏实钱 那是一辈的福分 战区你是这么想的 没错 你今天要做了